昨天有講到這個名片的應用啊 就是名片你收集起來之後 你要怎麼樣讓他可以 持續的跟這些名片上的對象做聯絡 當然不是叫你每天都拿一張名片 拿十張名片或拿一百張名片起來打電話跟他們聯繫 當然不是這樣 也不是叫你每天都發簡訊給他 而是你要怎麼樣很全自動化的 可以把簡訊或者是email發給對方 全自動化喔 那我們有一種系統叫做自動跟進系統 自動跟進系統你必須一開始就事先設定 你要傳送的信件還有簡訊 譬如說我要設定12封簡訊內容 或是12封電子郵件 然後我每一封間隔30天 那這樣子的話呢 是不是表示未來的一年之內 每個月對方都會收到一封簡訊 或者是一封電子郵件 那這樣子的系統呢 他必須放在雲端 因為他是一種自動排程的系統 所以呢 在雲端他可以自動排程 時間一到的時候 他就可以自動記發給對方 那假設說今天 譬如說我們在一個聚會場合裡面 換了20張名片回去 然後回去之後呢 就把它用手機拍照 拍完之後自動變成數位檔 然後自動把email和手機和姓名自動 自動歸檔到雲端系統上面去 然後呢雲端主機就會根據時間 你事先設定好的 譬如說每一封信間隔30天 那從今天開始呢 就每隔30天會寄一封簡訊 還有email給對方 那這最大好處就是 你在這12封信件裡面 每一封都去呈現你的專業 還有每一封都要去做 稍微的自我介紹 跟你的專業呈現 然後呢 當然短短的幾個字 如果是簡訊的話 只有70個字嘛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簡訊的訊息裡面 不可能很完整的去呈現你自己的專業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要去設定一個網頁的內容 譬如說你沒有時間去經營部落格 但是你至少要有一個部落格或一個網站 那這個部落格或網站呢 裡面至少要有一個頁面叫做自我介紹和專業呈現 也就是這一個頁面裡面呢 很完整去呈現你的學經歷啊 你的專長啊 你曾經任職過的工作事項啊 這樣是你點點滴滴的專業累積 然後還有照片 甚至是影片的介紹 把你的這個專業很很完整的呈現在這一個頁面裡面 所以呢 你寄出去的簡訊裡面 你就可以帶這個網頁的網址 然後這個網頁網址可能會很長 所以你可以去設定說網址 你可以去搜尋說短網址這類的服務 這類的網站服務 那你就可以把很長的網址說成很短的網址 然後貼在簡訊的內容裡面 那如果是email的話 那其實就沒有這個網址長度的考量啦 因為email裡面你又可以插影片嘛 你可以插圖片 然後圖片呢 你就可以插超連結 所以圖片超連結 點下去的時候呢 就可以點到你的網站去 那如果你的網頁 不只是一頁自我介紹的話 那更好 比如說你有十個產品好了 或是十個專業知識 十個服務項目好了 那你分別做十個頁面出來 那你在發信的時候 每一封信可能就單獨介紹一項服務 或是一項商品 然後讓人家去點選 然後看到那一頁商品 或是那一個服務 那你這樣子經營久了 其實那個陌生客戶 當初交換過名片的人 你可能都沒有見過面 可是他對你會漸漸的變得很熟悉 而且他知道你的專業項目在哪邊 而且更棒的是什麼 其實不是你在經營耶 這個叫一勞永逸耶 你只是把十二封信件或簡訊內容 事先寫好 然後之後做的工作只有一個啊 就是把他的名片拿來拍一拍 就自動存到雲端去 然後拍好自動存到雲端去 所以你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一勞永逸 這個就是自動跟進系統 非常好用喔 我曾經在2010年的時候 在台北的B&I聚會 那時候是全台北 全台北的B&I氛圍 全部一起集中聚會的時候 當場來了三百多個人 我當天都沒跟任何人聊天 就猛換名片猛換名片 都沒時間聊天 就趕快猛換名片 然後換了名片之後呢 回去就是把它歸檔歸檔 然後靠系統去做這件事情 之後呢 我到每個分會去參訪的時候呢 每個分會裡面至少都會有兩三個人認識我 就是因為那時候交換了一百多張名片 然後每一個分會都有一兩個人拿到我的名片 那我有拿到他們每個分會大概有一兩個人 我有拿到他們名片 後來我就靠這個系統 一直自動的去發簡訊給對方 所以大家很多人都認識我 那可是我不認識對方 因為他們都沒有回信給我 不過這個就是我要達到的目的 我要讓他們知道我的專長在哪邊 那這樣以後他們才會知道 遇到這類的需求 網路行銷方面的需求 怎麼樣去管理人脈的需求 怎麼樣去自動做行銷 自動做更新的這類需求 他們就會找我